1918年9月3日,在阿尔卑斯山上,奥地利和意大利双方在这里熬战,奥地利最终获得了胜利,交战双方的士兵有一部分永远被冰雪埋在这海拔,1.2万英尺的阿尔卑斯山上。 过了近一个世纪,随着地球变暖,当地的冰河慢慢融化,这些冰雪中的士兵得以发现,一共约有80具尸体,保存完整,成了木乃伊。 在过去的几十年间,士兵的遗物有不少已经随熔兵留下来,其中有许多未来的急发出的写给爱人的信,有的被冰雪压得变了形。 这些死去的士兵,有不少受伤,加上急寒天气,或是战死,或是冻死。 虽然已经提取了他们的DNA,但是找到他们的家庭存在不少的困难,当时使用的枪支。